你对我们大凡一些画画的 人家称我们做画工 还有那些农民工 我们做了十七年 这个发展呢 走了十七年 我们从东瓜来的一个厂 来的十多年 现在还有三四个吧 家里辅策的发展 改啊 都改不了啊 一发家出那发一出画 或者又到这个画了 你退也退也退不去 很难退 就是赚没了多少钱 一天最多也就是 最多也要想赚到两百块的话 肯定要花到晚上两三点 就是好辛苦 因为很多的这些农民工 他们是崇尚艺术的 他们喜欢画画 所以他们在这里 获得了自己这样的一种 绘画的机会和绘画的快感 同时他们又通过这样的一种绘画 赢得了自己这个温饱的解决 大风筝里面 就是有时候待久了 也觉得像在家里面一样 大风筝 来自五福四海 大家都有过 大家都是自同大活的嘛 我的梦想 我也想成为一个画家吧